知名的电子游戏平台Steam昨晚起遭到封锁 许多玩家登陆时画面显示 由于不符合我国法律网站遭到封锁的字样 而Steam会遭到封锁 原因和它有关 这是一个来自台湾的游戏众神之斗 玩家可选择宗教人物 包括释迦摩尼佛 关公和耶稣等 作为游戏角色展开决斗 由于涉及宗教敏感 加上据传有粉丝要求加入伊斯兰领袖莫罕默德 因此触动我国政府的敏感神经 决定大动作展开封杀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早前尝试 向Steam发出24小时通牒 要求该平台禁止大马玩家下载众神之斗这款游戏 但却不得要领 政府于是在昨天晚间采取极端手法 将Steam平台完全封锁 由于Steam平台内还有其他知名游戏 包括玩家众多的罗达兔和反恐精英等 因此封锁整个平台 受影响的玩家估计达230万人 Steam最终不敌压力做出妥协 宣布禁止我国玩家下载众神之斗这款游戏 而在Steam妥协之后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今早随即透过脸书宣布将解除封锁 本台记者尝试登录后也发现 Steam的网站已经恢复正常 多媒体委员会声称 为了保护我国玩家 当局不会向任何诋毁宗教和种族和谐的事件妥协 而当局也呼吁玩家谨慎选择游戏 虽然通讯部部长拿多斯里沙列赛义 今早也透过推特宣布将Steam解禁 但百万玩家和舆论的怒火依然难消 雪州社青团团长郑宏结就批评 政府为了一款有争议的游戏 就将整个平台封锁 做法就像是为了捉一只老鼠 而烧掉整座商场 显得傲慢霸道又不尽人情 他还调侃说 就算是政府部门 也不见得能在24小时内处理投诉 政府却使用简单粗暴的手法 牺牲了百万用户的权益 我国政府的做法传开后 在台湾的网络论坛PTT上也掀起热议 有网民调侃做法太夸张 但也有网民说 这款台湾游戏导致Steam被封锁 似乎是另类的台湾之光